世界上没有哪一种金属 能够像铜那样广泛地应用于制造各种工艺品 从古至今经久不衰 今天城市建设中各种纪念物 柱钟 宝顶 雕像 佛像 仿骨制品等等 大量使用铸造铜合金 铜是人类最早发现的古老金属之一 早在三千多年前 人类就开始使用铜 最有名的便是青铜器制品 可是人们为什么选择铜来作为铸造材料呢? 与我们常见的铁相比 铜的熔点低 易于熔炼铸造 化学性质比较稳定 可以抵抗酸鱼的腐蚀 我们常见的铜制工艺品在户外能够保存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而出土的青铜器文物则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铜路脚立鹤是战国早期著名铜器 1978年 湖北随现曾侯以目出土 利鹤引颈昂首助力 双翅做轻拍状 双腿粗壮有力 形态健美 鹿角与鹤的头颈部有挫金云纹 是不可多得的独具风格的一件古代工艺品 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湿腊铸件 湿腊法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 可以达到玲珑剔透 镂空的效果 现代融膜铸造在古代湿腊法铸造基础上加以改进 主要在耐火材料的使用和制作工艺方面得到了提高 那现代的一个鹿角立鹤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它需要经过泥塑 翻制 制膜 制腊膜 结壳 脱腊 培烧 熔炼 青纱 表面处理等几个步骤 首先 用泥做出利鹤的样子 所用的泥必须粘性大 含纱量少 比较细腻 用适量的水将泥活稀 用锤子锤得均匀 反复搓揉是为了让它们变得更加柔软均匀 接着将活好的泥装上准备好的铁丝架子 泥塑的成型基本上是靠手工完成 然后可用细小的工具 如竹签进行花纹雕刻或局部修整 翻制和制膜是一个独立的工艺 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用一个模具反复制作出无数个相同的艺术品 首先 在泥塑上插上贴片 将泥塑分成两个部分 刷上硅胶 硅胶原为液态 如此多刷上几次 待晾干后便成为一种凝胶状 然后在硅胶膜外刷上石膏浆 变干后便成为固态的石膏 用来加固硅胶膜 硅胶膜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可直接将石膏膜和硅胶层直接剥开 取出泥塑模型之后 再将硅胶膜合上 用绳子或铁丝扎紧 得到一个完整的中空的容器 由于硅胶的结合处有尺措 所以密封性较好 将风辣高温加热至液态 灌入硅胶膜底部孔中 转动模具 使液态蜡布满内部枪式 将多余液态蜡倒出 反复几次 使蜡充分到达每一个细致末节 待冷却凝固后 将绳子解开 取下石膏 再次剥开硅胶 此时的模型为中空的蜡制品 这样和原物一样的蜡形就制作出来了 蜡膜属于替代模型 它有什么样的缺陷 注出同工艺品就会有相同的缺陷 因而这道工艺要求相当严格 咦 这白色的是什么 它就是砂壳 是给两个连接在一起的蜡膜 穿上的一件厚厚的石英砂外套 由于液态酮的流动性不是很好 需要借助管道流通 所以要给蜡形焊上胶口棒 用烙铁将部分蜡融化 使两个蜡膜可以同时固定在一个胶口棒上 将它们放进配好的耐火涂料中 用刷子涂抹均匀 然后撒上颗粒较小的石英砂 将沾满石英砂的蜡膜 放进硬化液中浸泡一会儿 使其硬化达到加固的效果 再将以上三个步骤连续重复七次 其中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和第四至七次的耐火涂料和石英砂都有区别 石英砂是耐火材料 可以高温培烧 石英砂颗粒逐渐由细向粗变化 砂壳变得结实坚固 更能承受铜液压强的冲击 不至于漏胶 蜡膜结壳完成后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铜液的温度相当高 砂壳温度低并含有水分 直接烧容易引起爆炸 因此将砂壳放入赔烧炉中 赔烧四至五个小时 进行加温及烘干 而蜡的溶点低 在高温加热之后 流出就直接被火烧化了 就像我们日常点燃的蜡烛 燃烧一段时间后就会变短 这时 赔烧好砂壳内部 就形成了一个中控的枪式 在砂壳焙烧的同时 可进行铜水的熔炼 熔炼的铜都是平时收集的废铜 多是加入了一定比例 其他金属的铜合金 而铜与其他金属 如锡 锡等的合金 则提高了铜的铸造性能 使其流动性更好 硬度更大 烧铜的火焰为什么是绿色的呢 这是铜燃烧时的化学现象 就像纯铁燃烧时 会发出白色的光一样 是不同金属自身的化学性质 这么高的温度 炉子上盖的是什么呢 哦 那是用石墨做的干锅盖子 是为了保证炉子内的热量 不会扩散出去 干锅是用极耐火的材料 如黏土 石墨 磁土 或较难融化的金属 所制的器皿 能够经受高温燃烧 等到砂壳和铜水都准备好的时候 将铜水灌入砂壳中 待它冷却 铜雕便基本完成了 稍后进行青砂处理 去掉外面的砂壳 一个铜鹿角立鹤 就新鲜出炉了 进行切割 打磨 抛光 装上配件 上色等等 这样一个做工精细的铜鹿角立鹤 便大功告成了 小小的铜雕 能够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 给我们很好的视觉享受 在户外则能够作为一种雕石 或代表了一种文化的存在 历史的见证 让人们能够在这样的点上 找寻过去的光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